1.3的perspectives on governance 我们要强调的是 就因为owners就是所有权 就是掌握所有权的所有者 以及呢 掌握着管理权和控制权的management 不同 明白吗 所以才会有严重的 或者是普遍的治理问题 那如果说owners和management 这两个不同的群体 交集就是明显啊 是完全重叠的 那就不会有那么普遍的治理问题 你想啊 我的东西我来管理 自然而然问题就不严重不多 没什么我自己要管理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我的东西交给你管理 你就总是会担心 哎呀 你会不会乱用啊 你会不会弄坏啊 对不对 所以会有一些这种焦虑 或者是担忧在里面 那这种就是garners的意思 好吧 那知道了这个前提之后 就因为owners所有者看待manager 就是看待那些管理者的眼光不一样 前提假设不一样 所以治理的方式就不同 比如啊 我把我的东西交给你管理 明白吗 我出钱 然后买了东西之后呢 让你来 委托你来保管 委托你来管理 这个时候我看待你的眼光 决定了我对你采取的一系列的要求的这种治理的措施 如果我对你特别放心 那么就当然了 你也不会辜负我的期待的话啊 那我们之间就不存在太多的治理问题 或者是利益冲突 可是呢 如果说我看待你的眼光 就跟防贼一样 就觉得哎呀 你一定会对我给你就是投钱买的那个资产 不是那么爱护的 那我自然而然在看待你 或者是说你在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系列的治理问题产生 总之呢 是因为business的owners和management 是不同的人群 没有那么重叠的一个交集 所以这儿就强调的是什么 owners and management I'm not usually 一般啊 一般not usually the same people in large organization 第一强调的是通常 第二强调的是大公司 言下之意就是啊 言外之意就是 如果说是小企业 一般那owners和managers 是同叠的 也就这一个所有者 往往直接参与到管理和经营 那治理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自己的东西 我自己管 我自己看着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存在太多 对别人不放心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说的治理问题 往往出现在大公司 大公司好吧 那你说小公司有没有治理问题呢 有 因为治理问题不仅仅只是 听清楚啊 治理问题 不仅仅只是解决管理者跟股东之间的那点事 还要再解决的是公司和其他的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问题 所以你哪怕在门口开了个小店 你也有garners 治理问题 那你的治理问题有什么 比如说生产食品相关的一些安全问题 以及有没有对周边的居民造成这个老民的现象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garners的范畴 因为解决的是跟外部其他的stakeholders之间的关系 你要知道啊 不是只解决跟shareholders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广义上再去想治理问题的时候 就不再只是解决shareholders的问题而已 那owners干嘛呢 出钱呢 所以 put their money into the business 就是钱呢 哪来啊 并且呢 own out of business assets 就所有的股东 我们不是说一个股东啊 因为有可能这一个股东只持股百分之多少而已 是所有的shareholders owners 共同 所有 所有的 共同持有所有的企业的财产 就这个企业的所有的财产 都是有owners持有 只不过owners 股东人数可以众多 也可以是一个 对不对 那managers们在干嘛呢 你要知道啊 上面的owners是出钱的 上面的managers是出力的 如果说我寄出钱 然后我来出力 那问题不大 问题是我出钱 你出力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之间就会有利益冲突的意思呗 那managers们是出力的那个人 明白吗 他出什么力呢 make the decision 至少脑力要出的吧 对不对 你以为是四肢发达就可以了 脑力啊 make the decisions for the business 就是为这个公司决策 提出一系列的自己的管理 或者是说领导的这个才能 贡献自己的这个领导 决策这个才能啊 因为他是要 给这个企业 或者给这个组织做决定 做决策的 那就得费脑子 明白吧 那么manager管理什么呢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管理的是这个企业的整个经理过程 所以注意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那就有了出钱的人 怕那个出力的人不出力 对不对 那这不就是最典型的问题了 那小公司这种问题 没那么多 比如说啊 我以及我 我先生的这些 就是大学同学当中 也会有创业的啊 那前几天我先生去 在跟他的大学同学聚会完之后 回来之后 还跟我吐槽说 哎呀 感觉那个创业的谁谁谁 感觉都快要上 商界了 明白吗 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 哎呦天哪 有种危机感 就是跟那些老男人相比的话呢 就会觉得 哎呀 怎么自己进步的那么慢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今天 包括这段时间啊 已经调整好状态之后 就在那儿 就是给自己 一直给自己打气说 嗯 我一定要 就是把这个课呢 就是高质量的录好之后 争取啊 就是加快自己进步的步伐 能够尽早的赶超那些 比我年纪大一点的老男人 好吧 当然了 在我看来那些都是老男人 那些老男人 当然就可以不足为续啊 至少我们比他们年轻嘛 对不对 包括你也是啊 你在听我的课的时候 你在听我的课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你在听我的课的时候 一定要再去想 我早晚要把你们这些前浪 拍死在沙滩上 好吧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考完ACC之后 是有一定的成就的 而不是说啊 我只是混个工作而已 对吧 总得有个追求的嘛 好吧 那 好了 讲完追求之后啊 怎么怎么讲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就是创业 开了一个小破公司 但是呢 这个公司发展的好了之后 我在我们再说啊 原来是小破公司 后面发展的好了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的了 好吧 一开始的小破公司 一开始的小破公司 什么情况呢 他自己是owners 自己是directors 自己是manager 这都是相等的 意思就是说 所有者既是懂事 参与 又参与管理过程 那相当于就是都是他一个人就做了 也就是他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身份嘛 明白吗 那么这个时候的small organizations 就是我出钱 我出力 我赚钱 那治理问题并不严重 最多就是跟外部的一些利益相关者之间 比如说客户也好 供货商也好 其他的一些这个摩擦 或者是这种问题的解决 所以在如果是小公司的阶段的时候 至少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冲突 没有那么尖锐 因为我的我管理 就刚才说的owners directors managers 看到了吗 这是等号啊 相当于是近似相等的身份 那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的利益冲突 可是呢 他后面找了风投 或者是说吸引了外部的别的投资者股东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 owners的人数 越来越多了 直至他上市 对吧 他所他原来创业的那个公司 后面上市了 那股东人数就从原来的他 他以及他的妻子 就他夫人两个人 然后再变成 哎 再拉他的朋友进来三个人 然后再有背后的一些机构的 或者大的投资者进来 投资机构进来 或者大公司 再投资给他 就是投钱给他成为他的这个公司的股东 那么这个shareholders 就会有自然人股东 法人股东 自然人就是你我这些自然人 法人股东 就是背后的那些大的投资者 也可以是机构投资者 机构股东 那么就会有owners 一二三四五 开始增加 一直增加到N个都可以 那上市公司都还有成千上百万的股东呢 所以owners可以是一到N N个都有可能 对于large company 或者是large organization来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难道N个人都要参与管理啊 不可能嘛 那么就有了owners和directors 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分离的 哪怕在小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也是分离的 就是这个权限是分离的 但是人是同一波人 明白吗 也就是我手中既有管理权又有控制权 可是到了large organization或者是大公司 那么就变成我手中有所有权而已 但是你手中有管理权 那也就是这个人群就不重叠了 明白吗 那么就有了owners跟directors 以及managers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管理层 身份都不一样 就是不同身份的人 就根本就不同的人 理解吗 那并且的话是separate 管理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 所有者以及董事高管 还有管理人员 不是同一群人 对不对 就不是the thin people了 明白吗 我们前面说小公司的话呢 是也是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 但是它是都在the thin people 同一群人手里边 那哪怕这个权限是分离的 但都是我 那都是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对不对 但这儿呢就不一样 无论是权限也好 还是说这个人群也好 都是分离的 那么就有了利益冲突了呗 为什么 owners出钱 而且呢 owners拥有这个公司 所有的asset资产 这不是前面强调的内容吗 对不对 就是owners出钱 并且拥有这个公司的 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资产 可是呢 是由谁来管理 谁来决策 是directors 下面可以有管理权和决定权 或者是我们说的决策权 也就directors下面可以有决策的权利 管理的权利 能明白吧 那这就问题大了 为什么问题大了呢 有更严重的代理问题 或者是说利益冲突问题 这里就为什么会有这个代理问题 是因为我拥有所有权 但是我不参与管理 我委托你代替我来管理这个公司 可是你再想想看 如果说是那个小公司 我有所有权 我来管理 那就相当于是我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我自己 那就没什么太大的争利 对不对 可是呢 现在是owners 是principle 是委托人 directors 是agent agent 就是代理人 委托人和代理人 在这里就完全不同的人了 明白吗 那我委托你 代替我管理这个公司 我呢 出钱 你呢 出力 对不对 那现在就会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为什么 那得看 我看待你的眼光是怎样的 是不是足够的信任你 越不信任你 越觉得你自私 那问题就越多 是不是 那你心里还觉得越不平衡 越是委屈 对吧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agent sic concept之后 再来说一下 这里所提到的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的 三个理论观点 或者前提假设 the agency concept 这个代理问题要说一下 是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一个代理观点 什么代理理论啊 那代理的概念本身 其实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 不是说只存在于这里的所有者和董事高管之间 才存在代理关系 不是的 你看啊 我们去卖房 我们卖房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想直接卖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委托给中介代理我们卖 代理我们卖 这个时候中介就是我们说的代理人 我呢 是委托人 我把我的房子委托给中介机构代替我去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那么我委托人 那个中介就属于代理人了 明白吧 所以代理这一个关系 就代理这种商业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普遍存在的 再比如我们就说的一些一些品牌的代理商啊等等 代理商也是代理吧 对不对 也就相当于是我的东西 但是我委托你 代替我在这片区域进行一个销售 那这也是代理关系 对不对 所以代理关系是商业活动当中 或商业行为当中普遍存在的关系 不仅仅只存在于这里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agency concept 首先呢agent代理本身may use owner's money 就是这个代理人用所有者的资金 for their own interest 也就是代理的这个关系知道了 那问题出现在哪 就是因为这个代理人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我们只是说may可能 可能用这些owners给他投的钱 满足自己的私欲 懂吗 所以才有了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 那么这个agency problem怎么去解决 这就是我们后面在agency theory里边 提到的那个内容 那先来说这个关系当中 money是由owners来投的 那这个资产也都属于owners 而这个directors确实有决策权利和管理权利 那么自然有可能他们之间就会有利益冲突 那么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怎么去解决 那就利益捆绑呗 对不对 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利益捆绑吧 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解决完代理问题代理的概念 以及代理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我们看待那些managers的眼光 前提假设不一样了 没解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治理问题当中 就是我们说的组织治理 或者公司治理的问题当中 我们看待那些董事高管 就那个所有者看待董事高管的眼光 或者是角度是什么呢 把那个董事高管看成是这些所有者的管家 所以这里就有了类似于管家一样的 我们叫做托管理论 stewardship theory 那这里的stewardship theory 理解为是托管理论啊 托管理论的含义就是 我是这家organization 或公司的所有者owners 那我把我的这个公司的财产呢 委托给你 让你代替我保管 也就相当于是我把我的资产托管给你 由你来管理 明白吗 最典型的是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的这个治理的模式 就这种治理模式啊 stewardship 那主要常见于什么时期呢 你看啊 我们尤其是清朝的时候 你去那个平遥古城啊 或者是再去看那个安徽 的一些地方 比如灰商啊 或者是我们说的进商啊 勤商啊 浙商啊 那么你会发现 当时他们走的都是 stewardship这样的一些公司治理的模式 就是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 那这种模式最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 有东家 有掌柜 所以有什么少东家嘛 明白吗 那那个东家是什么 owners出钱的 那那个掌柜呢 你想想看 这个东家不可能说 我出了钱之后 所有的那些票号 什么之类的 都是由这个东家 一个人亲自亲力亲为的打理吧 不会的 那怎么办 就会有掌柜 那为了要培养出这些掌柜 甚至会怎么样啊 有这些什么学堂 专门培养什么学徒工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stewardship theories 这个情况啊 那你如果是去看那个平遥古城的话 那一条街的 就是什么日升商的票号啊 什么之类的 或者你是看那个桥家大院啊 电视剧的话 那么都会能够体现出 那个时代的治理理论 就是基于stewardship theories 那么这种stewardship theories的话呢 就是managers啊 stewards of the asset 意思是管理者只不过是 所有者的公司的那些资产的托管人 或者是说看护人员 看管人员而已 other interest groups 那么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 little or no part 那基本上很难能够参与到 这个企业的管理 或者是对这个资产的看管过程当中 并且股东就是这个时候的啊 这个时候的shareholders 或是owners 也就这个时候的所有者 是有权利解雇stewards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那些刚才说的 桥家大院啊 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啊 那那些掌柜对于那个东家 简直是忠心耿耿的 不得了 哪里像现在一样 动不动就是那个高管 跳槽啊 这种事情 发生的概率少 就是生是这个 生是这个东家的人 死是这个东家的鬼 明白吗 就这个掌柜的忠诚度 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是极高的 就是对于这个 呃整个东家的这种 鞠躬尽瘁死而后遗的这种 做这种管理方式吧 是特别的明显的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理解了 啊 因为在那个时期 这些掌柜没有什么 太多别的出路 你如果说在这个票号 表现不好 那有这种各种 各样的一些人品和道德 或者是说侵害到 这个东家利益的问题的话 其他所有的 记住啊 是其他所有的这些票号 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 是再也不会用你的 所以你的这个个人的人品 个人的诚信 对于这个东家的忠诚度 尤为的重要 这是stewardship theory 但是那个淳朴的年代啊 淳朴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再越往后 你想啊 那些职业经理人 或者掌柜也是人呢 掌柜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看那东家跟草包似的 对吧 就一个250 这250凭什么你爸 你就是凭什么你的 你的那个爹那一辈 或者是你的这个爷爷祖上 那一辈出了钱之后 你这个后辈就可以坐享其成 而不付出任何其他的一些 智力啊 或者是这个出力之后 那你就因为出了点钱 曾经因为出了些钱 出了点钱 后面所有的这个收益 都是归你这个东家所持有的 那这个掌柜就会觉得怎么样 心理不平衡 明白 那么心理不平衡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有了 更多是关注自身利益 而不是说为那个东家考虑了 那么agency theory的前提假设啊 就是managers 就是那些董事高管 都是一帮坏蛋 而且是有文化的坏蛋 明白有文化的流氓 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 managers seek to look for their own interest 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就是自私自利的一帮啊 一帮自私自利的坏蛋 那么怎么能够管理好它 怎么能够治理好 就是以agency theory为前提假设的 这种organization 怎么能够治理好呢 大家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利益捆绑 比如说啊 既然担心那些利益 担心那些管理者 不按照股东 或者是说 那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来管理或经营这个公司 而是追逐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私欲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利益绑定好了 只有公司的业绩做好了 那你个人也能拿到更高的奖金 或更高的薪酬 那利益不就绑定了吗 对不对 所以call to garn的这个过程就是 align the interest 大家进行利益绑定 而且呢 主要考察业绩 performance 就是公司的业绩 和个人的业绩是绑定的 并且呢 如果做到好的话 给一定的刺激和奖励 instant use 那么最后的stakeholder theory 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待组织的眼光 就会变成把这个组织看成一个什么 生态组织 这里的organic view of organization 不要觉得什么有机组织啊 你可以更多的理解为 它是一个生态组织 那既然是生态的组织 那它就会有一个循环 整个生态循环 生态要保持一个平衡 怎么能达到平衡呢 就是要考虑到周围所有的stakeholders 不是指考虑shareholders 股东而已 而是要考虑到所有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 所以才叫做stakeholder theory 而agency theory 更多强调的是谁的利益呢 shareholders 明白吗 shareholders 那这里的stakeholders也强调的是 对于这些利益相关者 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 不是指对股东啊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 stakeholdership theory 以及呢 stakeholder theory 这两个啊 也就第一个和第三个 都把管理者 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些管理层 看成是好人 一和三都把管理层 看成是忠诚的好人 只不过一呢 主要对股东 出钱的股东负责 三呢 除了股东之外啊 也要为那些广大的群众利益负责 第二个呢 是把那一个管理层 看成是一帮自私自利的坏蛋 并且的话呢 是把这个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利益绑定之后 意思是agency theory 所强调的仍然是更多的 为shareholders 股东利益相关者当中的股东负责而已 只有这个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 都是好人 并且他们会考虑到广泛的群众利益 而不是只考虑到shareholders的利益 所以这儿强调的生态组织 意思就是考虑到大家的利益 那么managers 管理层本身 has a duty of care to stakeholders 为这些利益相关者 尽职尽责 而且尽到的是什么 勤勉 诚实 守信 等等一系列的啊 duty of care是勤勉 谨慎的职责 明白吗 勤勉和谨慎 意思就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考虑的意思 那么说完这三个之后呢 相当于我们关于这一张的呃1.3难点就解释完了啊 因为这里为什么要说这个1.3是难点 他很容易考心机表的问题给你一段描述 让你来判断一下到底是agency theory的体现 还是stakeholder的体现 还是stewardship的一个体现 那你要会判断的啊 那么关于1.4 他只不过是一个understanding层面的 简单理解就好了啊 那么关于corporate governance cause 就是公司这里的标准 是基于什么呢 在英国在英国在英国好吧 英国是基于principles 因为我们后面马上会强调 美国是基于roost 那么在英国基于principles 原则导向的 那有具体的什么样的原则要求呢 A再到H 一共给你列了八个 那么这八个当中 前两个主要侧重点是在于organization 中间四个侧重点在于managers 最后两个侧重点在于directors 好吧 那这个原则当中前两个啊 一个呢 是minimize risk or compliance 也就是通过达到一个合规性 尽可能降低公司 或这个组织的风险 那其实不就强调的是 把这个整个一个组织 看成一个整体 如何governance的问题吗 把这个organization看成一个整体啊 那第二个呢 是adheres to suggested objectives 那要遵守 或者一定程度上要达到 这个企业所制定的 原来所制定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这都是把一个organization看成一个整体去考虑这类问题 那么C再到现在的F C D E F四个啊 那么这四个的话 forful 履行什么 职责 responsibility 强调一下啊 responsibility可以理解为近似于duty 就是你工作过程当中的职责 就是你工作过程当中的职责 那么这个责任本身强调的是一个过程 对这个过程尽责 而我们前面说的accountability 是对这个结果负责 明白吗 一个对结果 一个对过程 现在的responsibility 对这个过程负责的时候 是对 all stakeholders 也就是说呢 在公司治理的过程当中 管理者要想到 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管理的过程 另外呢 还有establish clear accountability 那么确定一个特别清晰的 最后的职责 或者是我们说的问责制度 那清晰的一个问责制度 最终这个结果 谁来负责的意思吗 就谁来背锅啊 那么第三个 也就是在这个managers 强调managers的管理问题的 第三个 也就是E吧 E呢 maintain independence 也就是在这个管理的队伍当中 那么也应该有独立的监督 就是独立的监督过程啊 就是对这个管理的过程 要有一个独立的监督 维持这种独立性的监督 那这个独立性的监督 可以是靠内部的审计 也可以靠外部的审计等等啊 那都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最后呢 是promoed integrity 就是管理层也好 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鼓励 诚信这个经营的问题啊 或诚信管理的问题 那么最后相当于是directors 然后你可能想这个managers 跟directors有什么区别 managers更多的是具体的管理 和执行这个过程啊 而呢 后面那个directors 是更多的是对这一个结果吧 对这个整个公司这里的结果 directors要做什么 精确的 及时的 对外的报告 好吧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怎么做的 做到没有 那精确的 及时的对外的一个报告 并且鼓励这些owners的参与 也就是让那些owners找到存在感 明白吗 鼓励 inwoman sorry encourage inwoman of owners 也是directors 要鼓励的事情啊 说完understanding层面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 garners cause 这里的标准和准则 那有的国家 像英国 是principle-based 原则导向型 你要么遵守 要么不遵守 请你解释 那在英国的话呢 就是没有愿意不愿意 都得遵守 这就是法律法规了 所以如果说是principle-based 看到没有 是principle-based 这里principle-based approach 就是我们说的原则导向型的 这种治理的标准 是以英国为首的国家 是在采取的是principle-based 的这种方式 来约束 或者要求这个国家的企业 要做到什么样的治理标准啊 那往往是通过 在英国啊 常见的呢 是通过那些report 来要求的 就是通过谁谁的报告 谁谁的这些建议 来要求的 那么这的hempel 是什么 人民 我们后面呢 在关于第二个 就这个章节的第二个 这是点 The el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的时候 会提到很多专家学者 所提出来的一些报告 或者他们的一些论文 或者是文 他们的一些建议吧 也就是英国政府 根据他们的一些报告上的一些建议 要求英国的公司 应该做到什么样的治理的原则性的要求 那如果是principle-based approach 那么这应该是 要么是complement 要么是explanet 你要么遵守 要么解释 你如果是都遵守了 那就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因为我都做到了 你如果没做到 没遵守这些英国公司治理标准 要求的principles 那么请你解释为啥没做到 明白吗 为什么没做到 你没做到这一点 有没有极大的影响你这个公司治理的质量 那如果是在美国 美国啊 美国呢 出台了一个Savance of the Act Savance of the Act 这俩什么 人民 俩大法官的人民 明白吗 就是这个两个大法官 在安然事件 爆发之后呢 那么就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制定一套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来约束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是上市公司啊 所以阿里阿里啊 像阿里这种美国上市的公司 也要遵守 现在看到的Savance of the Act 美国的 这种我们叫做什么 Root-based approach 通过这种严格的法律法规 来要求这个国家的企业 而且主要是上市公司 做到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的程度 这种像法律法规 那就没得选了 你还能complain 或者是explain吗 不可以 complainable 必须遵守 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就是必须遵守的意思 那这是关于1.5的principles 跟Root-based问题